音乐很简单嘛 掌机的续航大概在5-6个小时 而且这个续航是在全特效 最高清高帧率下 3A游戏的真实续航 这台掌机上所有的按键和摇杆 都选用了市面上最好的配件 也是XBOX和PS5手柄的同款 日本原装的ALPS 手感非常不错 它有一个7寸1920x1200分辨率的 全高清触摸屏 朋友家的时候 还可以把这台掌机 通过拓掌屋连到打屏上 变成一台高性能的电脑 或者一台游戏主机 它支持市面上最高的输出标准 2K144以及4K60帧 是我们的游戏库 你的所有Steam和iPad游戏 都会在这里进行展示 每一款游戏对应的成就 也会在这里展示 这些所有游戏都不用下载 完美适配 今天我们来试一款哈迪斯吧 好的 游戏进去了 它的帧数大概在300帧左右 我自己玩这个技术 反正也一般 大家反正凑合看看 虽然这款游戏 我买的也比较早 在EA的时候就开始买了 但是技术水平还是有点有限 整个游戏的过程其实还是比较流畅的 没有什么卡顿 因为它也有300多帧的帧率在那里 好 那我们现在开始玩游戏吧 打开我的库 那我们还玩个赛博朋克吧 好的 开始 那我自己家里的这台电脑 离公司大概是10公里左右 我家的WiFi也是普通的WiFi 家里的显卡是2060 大家其实可以 后面包括持续可以看到 这个帧率基本上是稳定在60帧左右的 好的 既然是云游戏的话 其实绕不开三个问题 网络带宽 延迟和服务器的性能 好 我们现在先继续游戏 那我们这台掌机呢 其实只需要4兆的带宽 就可以运行了 不论是在WiFi 5G 还是4G 移动网络 其实都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好的 我们进去 那我们先出门 去找点乐子玩吧 出门看看 好 我们出去 随便转转看一下 果然是五光十色的野之城 人还是很多的 那么还有就是行业中呢 就是说咱们讲到延迟 有一个普通用户 其实无感知的延迟标准 基本上是在100毫秒以内 换个车嘛 当然只能拿出枪来抢了吧 这辆不错 有点像马斯克的SYB Track 下来吧 快 好 上车继续 那我们认为呢 就是每一个3A游戏玩家 都值得匹配一台 性能强大的电脑 哎 好像有人打我 那在我们的IDC机房里面呢 显卡的最低标准 也是2060 当然也会有更高端的 3060 3070这样的显卡 哎呀 我靠 又装了 好吧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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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谢谢大家